那大家可以看到我旁邊這個嘉賓嗎 我相信如果你在教會待得夠久的話 應該也蠻認識他的 就是陳成耀弟兄嘛 陳耀之前是我們年會出城的主席是嗎 年會出城 年會出城 所以你現在是在哪個教會 我現在在宣道堂 宣道堂 宣道堂 就是在巴士總葬那邊 是 然後就在那邊參加談戏 準備拜這樣子 你是來自基督化家庭嗎 是 對 是 所以呢 我們今天把陳耀請到我們的勇者時刻 來做直播呢 其實我們 你如果看到我們的宣傳的橫幅的話 看到我們題目的話 我想 如果你知道他的故事的話 你就會知道說我們今天我們校要談的話題是關於什麼的 其實我早成要談這個話題呢 是因為我想從他身上學習這個功課 就關於 嗯 就是我們人的一生中總是會面到我們的親戚 我們的家人 我們的朋友 就是會 會添加 會過世 是 那我是一個 我是一個非常 哭點非常低的 你知道嗎 我兒子兩年前去台灣讀書的時候 我 他還沒有過去之前我已經哭到不行了 他去了那天我又哭到不行了 是 然後接下來幾天 因為我去陽台晾衣服的時候 我會經過他房間的 開那個門去露台那邊 所以每次一進去看到 又哭了 又哭了 然後我覺得說 喔怎麼行啊 怎麼可以這樣子 然後葉紹冰牧師 是 他看到我在Facebook分享我的這個心情故事的時候 他就留言告訴我 他說 你現在這個樣子都哭成這樣 都不能 不能忍受這個短暫的離別 那將來呢 是 將來總有一天你們會 就是說會死別嘛 我們有勝利 那你怎麼辦 我說我就是 現在還在學習這個功課 因為我這個人情感太豐富了 哭點又非常低 動不動就會掉眼淚的 流眼淚的 所以很 很害怕坦白講 我不是怕死的 就是說很害怕面對那種 生離跟識別 對那個離別的那種的痛苦 離別的痛苦跟那個愛傷 就是我們太重感情了 如果無情一點可能比較不會 所以我要想說讓自己無情一點嗎 可是沒辦法我天性就是這樣子 從小就愛哭我媽媽講 我跟她講我不是愛哭我就是情感豐富罷了 你看很容易被一件事情觸動 有時候看報紙都會被那個新聞 新聞裡面的一些內容觸動 或是上網就會被觸動 或是上網就會被觸動 看到一個新聞報導 或是一個故事就會被觸動 所以像這樣情感豐富的人 就難聽一點是哭包啦 可是眼淚常常滋潤我的雙眼 我的雙眼就更清澈 可以看到更多的需要在那邊 然後這個需要 我們如果可以去幫助的話 我是很樂意去做那種事情的人 所以愛哭不是罪 也不是錯誤 那如果不愛哭呢 是心裡面在哭那更難過 是 那個的確很難受 感覺說我搞不好 還會搞出很多心理的一些疾病出來 是 是 所以我覺得我心裡還蠻健康的 因為我生氣就生氣 我悲傷我就把它發洩宣洩出來 不要放在心裡面 不然會很多很多的我們講說 心裡的不健康 比如說憂鬱症 比如說一些的心裡的疾病 那就跑了 所以像我這種很直接表達的 就覺得說 這樣會比較健康一點 我覺得程耀也是很健康的 這樣一個人 因為當我在跟他談 就是我們還沒有進入節目之前 我們都會先談 先講過他的故事大概內容 就發現程耀的情緒處理得非常好 就是感覺是非常的穩定 我們比較白話一點說他很淡定 當然表現出來是很淡定 我不曉得他心裡面是有波濤洶湧 但是我覺得他都很 很堅信說神會看顧他 然後他很信任神 他把自己交托給神 他相信神會帶領他 所以他表現出來是一個非常穩定 就是情緒處理掌控得非常好的人 我就是想從這樣的一個見證 一個人身上去學習 你看我書也買了很多 關於這個死亡的書 比如說這個孩子你忘了說再見 比如說這個 比如說超越一生的愛再見愛 我都一直在看這一類的書 有些書我一翻 才看幾行我就掉眼淚了 我說 但是這些書對我來講很有幫助 就是我可以先做心理建設 因為這個遲早有一天我是會面對的 所以 但是我還是有懶怒 所以我昨晚還跟我先生講 老公你一定要 我一定要比你先走就對了 因為我受不了 然後我們想說 可是主權在於神啊 對不對 神要怎麼樣我們只能夠順服 但是 還是想說從神要神上這樣學習 我想他的故事也可以成為很多人的幫助跟學習 然後 好 那我們不知不覺一點就到了 網路上可以看到一些 對有一些在看的 OK 有人 有人在分享的 我也想分享一下 OK 對 那更多人就會看到我們的這個分享了 同樣的 我也呼籲已經在這個 觀看我們視頻的朋友 你也可以 現在就做這個動作 把我們的這個談話呢 這個視頻呢 分享在你的臉書的專頁 對 對 那麼就會更多人同時看到我們的節目了 好 OK 好 我看到有十二個人 十二隻眼睛 好 我看到松昌 吳松昌弟兄 我的臉書還有我們有見過一次面 你會認識他嗎 松昌 松昌弟兄 之前在爸爸牛基尼做宣教工作的 吳松昌 我可能看到人可能會知道 是 是 我想等一下陸陸續續還會看到我們 認識的一些朋友 會出現在那邊 好 可能他會按個 就是冒個泡 按個讚 一個笑臉 我們都會看到的 好 好 OK 那進入我們今天的勇者時刻呢 我們談的話題就是 大家螢幕上面就會看到了 當你失去親愛的人 當你失去親愛的人 那我們勇者時刻所邀請到的來賓 都是有親身經歷的人 就是他身上有一段故事 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可以向眾人做見證 見證神在他身上有奇妙的作為 所以我們有找這樣的一個勇者 他已經挨過了 已經可能通過這個考驗了 他就可以來到節目當中 跟我們來分享這個話題 那程耀呢 我認識他很久了 因為我也認識他的太太 就是維銘 我也認識 我們還一起在樓下那個 上去茶房一起喝茶過 吃東西過 對 聊天過 那 現在呢 維銘已經不在了 他已經過世兩年了 對 先回家了 回天家兩年的 是 我相信他現在在天家應該是很快樂 因為他跟耶穌在一起了 對 是 他應該是 我覺得我們可以感受得到他在天家 現在是跟耶穌那麼樣的親近 他應該是非常非常的高興跟歡喜 但是呢 在還沒有 講到這塊 還沒有講到威銘這塊之前呢 我想說 請程耀先大概的介紹一下 就是 你的 這個故事的經歷 比如說 威銘發病大概是什麼時候 然後 然後 在這個抗癌 因為他是得 職場癌 對 職場癌 抗癌的這個經歷 心路歷程的 你們有什麼樣的 遭遇 什麼樣的掙扎 或是有經歷到什麼樣的 也是有跨不過去的時候 我相信你都會跟我們分享 所以這段故事要請程耀來告訴我們 不過呢 我想為了讓大家對 所以威銘有一些的印象 我們可以來看一段視頻 大家可以看看 那時候 威銘在世間的時候 在我們當中的時候 他的樣子是怎樣的 還有他們家人 就是他 還有留下三個寶貝給你 是 很可愛的三個寶貝 就是 七歲的跟五歲的對不對 七歲 九歲跟七歲 九歲跟七歲 九歲跟七歲的 今年九歲跟七歲 是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一段視頻 好 結婚的時候 結婚的時候 結婚到 2005年的時候 哇 對 這是 兩個哥哥 老大 老二 是 的 是 那 是 好的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讲到 当你失去亲爱的人 我想弟兄姐妹还是网友 我们都会生命当中 都会有很多的失落 这个失落呢 包括我们这一生中 不免会失去朋友 或是亲人 然后每一段的关系的失落 都会带来痛苦 甚至说会给我们远先的生活 有一些的困扰 我们对死亡都不陌生 因为每天有人生有人死 我们身边就有 都会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 有人回亲家了 有人过世了 所以我们对死亡一点都不陌生 可是呢 如果这个人是跟我们非常亲近的 他过世了 我们所感受到的冲击 会是非常非常的大 也是特别特别的大 可是这又是我们不得不走的一个旅程 就是一个我们拒绝不了的约会 死完了约会 那是一定会遇到的 我们可以对抗 我们可以挣扎 或许 或是我们也可以 欣然的去走这一趟的旅程 遗憾的是说很多人并不了解说 我在这个悲伤当中 我应该要怎么处理我的情绪 或是说我怎么去接受我的新的生活 因为旧的那段生活 随着你最挚爱的人回亲家过世之后 那原来那个生活就不在了 那你要面对一个新的生活 没有他的生活 可是那个生活你还是要继续走下去 所以很多人不晓得如何处理 就走不出来 就脱离不了那个痛苦 就一直在那个痛苦当中 那我想如果我们一直在这个当中 又不是很健康 因为终究我们还是要面对我们的生活 甚至你还有孩子 你要去抚养照顾他们 所以有些人心中有很大的痛苦 然后不晓得处理 也走不出来 那我想说 程耀是我认识的朋友当中 表现得非常非常坚强的一个弟兄 所以我今天把他找到节目来 一方面我想学习 一方面说 我想更多人可以从他身上有所学习 那现在要问一下程耀 就是请他叙述一下 这个伟明跟你 你们怎么去面对这个苦难 这个过程 我和我太太我们认识到今天 到她离开 离开这世界 回到天父那里去的时候 我们从认识到她离开我的生命 应该也只有短短的13年的时间 相当的短暂 那我们从认识 然后我们一起恋爱 然后结婚 那一路走来 其实我们都遇到蛮多的困难 蛮多困难 首先就是我们结婚之后 因为我们都算是蛮高年龄才结婚 30多岁 对 30多岁 所以我们就很希望说 很自然的就很希望有孩子 但是当我们有了 就是当我们一有孩子的时候 那已经是将近五年之后的事情 所以在那段时间 我们也经历了我们生活当中 生命里面 我们很踏实多么的渴望能够有孩子 所以我们就很常不断的向上帝来求 真的上帝应允我们的祷告 透过很奇妙的方式 让我们有了孩子 那不只是一个 还是双胞胎 还是双胞胎 那我们甚至老三的出现 也是在我们医疗之外 所以真的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家庭生活 我们能够感受到上帝他的丰富的供应 而且他透过一种 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用一种很幽默的方式 幽默 我觉得我们的三弟真的是很幽默 是 然后之后 就是在他怀着老三的时候 最小的那个孩子的时候 他就 就医生就发现在验血的报告里面 有一些的指数 就有一些超标 是 所以就在他做了月子之后 生产过后 做完月子 他就去做检查 做检查之后就发现有这个脂肠癌 脂肠癌 对 脂肠癌 所以当那天他在电话里头 他告诉我的时候 他说他就是有问题了 他起初他只是通知我说检查的报告不好 他就直接告诉你 他就直接告诉你 回去的时候他还在告诉我 那时候我听到的时候 就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所以那天晚上就哭着跟孩子 那时候老大老二就哭着跟他说 妈妈生病了 那我们一边讲的时候 那孩子就看着我为什么爸爸在哭 所以我们就哭咽地跟他告诉他们妈妈发生了什么事情 接下去他就开始他的这个治疗 在古镜 中央医院还有私人医院都在做治疗 做那个反射性的治疗 动手术 所以起初我们都以为手术之后 医生也说那个手术很成功 那我们就以为说那应该痊愈的几率就很高 所以谁知道 过了才一年之后 那个肿瘤他就一直都还 那个肿瘤还一直在体内 所以说虽然他已经切除了 但是他又复发 肿瘤又来了 所以那就透过一些熟悉的介绍 那他们就到中国去做治疗 那治疗回来 的确有恢复了 恢复了那是第一次 那结果在2015年的时候 很不幸地又复发 又复发 对又复发 那结果这一次的复发之后 2016年我们又带他去中国 第二次做治疗之后 那就发现那个的中流就越来越严重 所以最后他真的是没办法抵抗 所以上帝就把他带回家 所以今天中我们所经历到的 就是那种你对死亡的无奈 真的我们 当我们站在这个死亡面前 你只能够说 任他宰割 一点办法都没有 然后我们一直地祷告 所以我们常常说跟上帝祷告 上帝你医治他 上帝你过去 你在圣经里面 主耶稣他可以使很多的 这些病痛的得痊愈 甚至让拉撒入从死里复活 但是我们今天站在死亡面前 却是束手无策 真的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我们只能够信靠主耶稣 所以不然的话 我们如果这段时间我相信 不是上帝的恩典 真的是熬不过来 是 我们听程耀 好像伤言良语就把 这个过程就这样子交代过 好像很短 但其实那间中 他们所经历的煎熬 我想 不是我们所能够体会到的 我想知道一下 韦明他在知道自己有这个癌症之后 他是怎样去面对这样的一个病痛 然后他要做治疗 一定要承受一些肉体的 我想说痛苦 那么他心灵的状况 我不晓得他那时候会是一个怎样的状况 但是我常常会透过Facebook 跟他 跟他聊话 聊天 然后问问他 他也会问我一些问题 偷我买一点东西 这样子 就感觉说 他没有像我们想象中的这样子 不见人把自己关起来 封闭自己 没有 他还是跟生活 是接连在一起的 那么我看到你 你也是 就稳重如山 就像你个性一样 可是我不晓得 实际上的状况 你们是怎样去面对 你们夫妻两个怎样去面对 一定有一些所谓 我们想说忍性上方面的懒络 你一定会有埋怨吗 会问为什么吗 肯定有的 所以当他告诉我那时候 一开始他告诉我 他医生诊断他是直肠癌 第三期的时候 第三期直肠癌 真的我们心头上 涌出来的就是 对上帝的很多疑问就出现了 但是常常在教会里面 我们都会被教导 我们对神就是你要定睛仰望他 你就是要信靠他 因为上帝可能许许多多事情的发生 他没有理由 上帝也不需要跟我们交代 但是你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 我们心里面能够很平静安稳的 说上帝我就是这样的信靠你 做不到 做不到 真的做不到 当然在人的面前 可能大家看到 你好像没事啊 不错 但是我每一次自己开车 送了孩子去学校之后 独自一个人开车回家 或者去上班的时候 我只能够在车里面哭 就在车里哭 然后在车里面 就问上帝 我说为什么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 你就是要让我去经历这样的事情 而且 这个是一个很不容易要去面对 要去经历的 那我还记得在2007年的时候 我参加过一个宣教大会 在那个宣教大会 那个讲员就在信息的时候 他说 那我们做基督徒 我们不要做一个假假的基督徒 假假的基督徒 他因为他是广东人嘛 他说 那些不太感觉 好假那些 不要很假 我们做基督徒 我们就是要做一个很真的基督徒 他说我们常常在祷告 我说上帝啊主耶稣你快快来 但是他说 如果今天主耶稣跟你说 我今天就把你接回家 你愿意吗 那我们很常 我们就说上帝不要 我今天不要回去 他说那很常 我们也是当医生诊断你说 比如说癌症末期了 我们就会埋怨 为什么是我 是 他说那既然我们知道信耶稣 我们有永生的盼望 甚至保罗在说的 我是事事如粪土 我宁可离世 与主同在 那是美好无比的事情 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像保罗呢 今天上帝说 要你回去的时候 要把生命带走的时候 我们就跟神说 我还没预备好 那我们不是做基督徒 做得很假吗 所以真的在那样的一个信息当中 我就跟上帝说 上帝你就让我学习这个功课 真的没想到 上帝就真的让我去学习这个功课 那我自己起初的时候 我就想那如果真的有一天 我能够真的是不幸的遇到这样的事情 是否我可以这样的很勇敢的说 啊 感谢主 那今天轮到我可以回家 回天家 但是 上帝就给我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 不是把我带回家 让我的身边最爱的那个人 要他回去 所以那个心情又是另外的一个的冲击 对 所以 你说我们能够对上帝 还能够好像落无其事的说 上帝好像 我仍然仰望你 信靠你 然后说得心平气和 当我独自一个人的时候 我做不到 做不到 真的 也是一样的 我们在跟上帝说 上帝为什么会这样 但是上帝就 常常用很多很多的方式来告诉我 祂是怎么的爱我 所以那时候 帮助我最大的一首诗歌 就是 主的恩典够我用 一首很古老 蛮古老 蛮古老的一首歌 所以它都让我 给我很大的力量 去面对这样的事情 所以 真的只能够说 现在回头来看 真的是感谢圣 是 是 我想说 上帝他带走我们生命当中 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最重要的东西的时候 他应该会用更好的东西 来填补那个空虚 是 会更好的来对待我们 他应该不是那种虐待垮 他拿走我们最重要的东西 他会用更好的东西来填补我们 来 供应我们 所以我们就是 从程耀身上看到我这样的信心 然后 就这样子一路的走过来 但其实我也知道 程耀他自己的状况也不是很好 对不对 你在2014年的时候 被震荡出 你的肾脏急需的萎缩 对 是要洗肾 对 要过洗肾的日子 那是怎么一回事 你双重 就是说这是双重的打击呢 嗯 是 是 那时候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 他知道我的情况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他说 他诚耀他讲 你是我生命中认识的 最倒霉的一个人 他也是我教会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弟兄 他跟我讲 那我只能够跟他苦笑 我说 嗯 可能上帝就是要我 过着 比较不一般的生活 嗯 真的到那时候 医生诊断 我那个急性肾衰竭的时候 那时候我整个人 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那时候我太太在 修养的当中 自己又遇到这样的情况 嗯嗯嗯 在那一天 他看完医生之后 离开医院的时候 哦 我们在等电梯要到 要回家了 嗯 那时候我的父母亲 就去了洗手间 那我一个人站在 那个电梯门口的时候 他前面就是一个窗口 是 大的窗口 那时候我就在想 就有就就有一个力量 就让我往前走 走到那个窗口的前面 嗯 然后就有一个声音 他就在 他就告诉我说 你跳下去吧 嗯 所以跳下去那你 你就可以 摆脱了 嗯 你不愿再去面对这一切 那感谢神 他的恩典很大 他就在 有那个念头的当儿 他就让我心里面就 忽然间一震 好像惊醒的起来 嗯 那就让我很自然的就往后退 退到电梯门口 嗯嗯 所以 嗯 还好没有跳下去 是啊是 有神保守啊 是 成了是神的恩典 嗯 所以 之后回来再开始接受治疗的时候 刚好在那一段时间啊 嗯 就是我们 马航 马航 发生了第二起的空难的事件 嗯 就是那个MH11在从阿姆斯特当飞回吉隆坡的途中 嗯嗯 被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导弹给射下来 是 那天我在家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开始治疗在家休养的时候 嗯 那那几天都在播报这个新闻 是 那在播报新闻 我在看听着这些新闻的时候 我在 我在 也是也为他们祷告 我说上帝啊 你要安慰这些的 嗯 扣难的家属 嗯嗯 那上帝他就 很奇妙他也安慰了我 嗯 但我在祷告的时候他就安慰我 他让我看到说 虽然你只不过 生命当中遇到了困难 一个很大的难处 但是上帝的爱 依然在我身上 嗯 他保留我的生命 嗯 他让我看到他就是那么的爱我 所以当下的时候 我就跟自己说 好 那今天在 这班机上的疑难者 算上那个过去的我 哦 是 我跟神说 我说你就把我算上 那个老我 过去的我 过去了 今天我是要靠着 要试着 要靠着主耶稣的恩典 去走我 余下的人生 嗯 嗯 那时候我是 那一年我是几岁 那一年我 四十岁了 好 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 嗯 那我上半生就忘了 嗯 那这是我要开始 不一样的 嗯 下半生的人生 嗯 所以真的感谢神 在我回顾过去这几年来 他的带领 看到他的恩典都是很丰富 满满的哦 孩子们也一样的慢慢的长大 嗯 虽然看到太太的那种的痛苦哦 到最后他也很安详的上帝把他带回去 嗯 看到上帝如何的让他完全的 写下在世上的苦难 是 哦 我们才能够心里面感到一个很大的安慰 嗯 是 嗯 在为明回天家之后啊 嗯 我们现在回到啊 就是说为明回天家之后 这两年来啊 嗯 的日子 你是怎么去面对这个失落跟空洞 就是每天看到的人突然间 看不到他了 是 听不见他声音了 是 想跟他说话也说不到了 嗯 这种空洞跟失落 你是怎么去面对 嗯 的确 这个 所以有时候我很感恩的就是 有时候我们也是要学习的就是说 不要把癌症 嗯 看作是那么的 把它放大 看成了非常的恐怖 嗯嗯嗯嗯 我还记得有医生跟我说啊 他说 呃 你如果 你如果 患上癌症 离开的 他说 其实我们算是蛮幸运的 为什么 他说 为什么你还说很幸运 是啊 他说你想想啊 你患上癌症你会离克就离开吗 嗯 不会 可能要一段时间 是是 他说你看看那些心脏病发的 一下子就离开了 对对 哦 那些哮喘病的 那些哮喘病的 甚至你发生意外 你一发生你就离开了 是 你连交代医生都没有 是 你们只能够很无奈的就是要接受 是 但是你如果患癌的话 他有一段时间 嗯 可能长或者短 嗯嗯 他可以去完成他 所还未完成的事 嗯嗯 这是一个 那第二他还可以跟很多的朋友 家人好好地道别 对 所以 呃 在那一个 那他在韦明还在做治疗的那几年 我自己也在跟我自己在讲 那我要 准备 我要预备 他随时 要先比我回家 嗯嗯 那他回家之后 那我要怎么办 对啊 我要怎么办 所以那时候我其实心里面就开始 嗯 对自己有一种的心理的 呃 建设 好 那往后的生活 我可能需要 要怎样改变他 嗯 那我生活的方式要如何 好 所以那要把重点 如果太太不在的话 那就要把重点放在孩子的身上 是 好 要好好照顾自己 嗯 所以那个时候 他 所以我就做好准备 不晓得上帝哪一天要把他带回家 嗯 所以当他在离开的那一天 哦 其实我们也已经预备了好多好一段的时间 是 所以对我来讲 那个是对他一个最好的解脱的方式 哦 我们当然希望他留在身边 是 但是他留下来只能够给他带来一切的痛苦的话 嗯 那为什么我不让他能够回到天父身边嗯 去享受上帝所应许的 听到天父所说 你来到了这个 他的国度里面 嗯 是没有痛苦 嗯 没有疾病的 我们的身体是不朽坏的 嗯 这是在我们肉体的生活 我们是无法想象的 对 所以当那时候 当我自己在 遇到自己身体上的软弱缺陷的时候 那我上帝也用同样的方式来告诉我 你在世上的这个的苦难 你的这些痛苦 是短暂的 因为人生不过七十年嘛 嗯 强壮的话八十年 嗯 但是那永恒是多久 嗯 那永恒就是永恒啊 是 没有止境的 是 但在那个没有止境的那个永恒国度里面的时候 上帝要给我们的是一个不朽坏的身体 没有病痛 没有痛苦 没有眼泪 嗯 那你为什么要去注目在短暂的人生中 是 所以上帝让我看到说 在永恒的里面 你所拥有的一切 是你今生 我们今生所不能够去相比的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 上帝让我能够把目光看到永恒的国度里面 嗯 所以也让我说好 那生命 今天是很短暂 尾民的离开 我就把它当作是一个 他的旅程的结束 嗯 所以我告诉我自己 今天 上帝让我跟尾民一起出外旅行 嗯 那尾民打错的机票 他得先回家 他一定要得先回家 那个机票已经订了 买了 他得先回家 但是他回去之后 过了不久 我也要回去 嗯 所以当我那一天回到天家的时候 我就会看到 尾民就在门口 天家的门口等我 嗯 这个不是我们每一个喜欢旅行的人 我们所渴望看到的 对啊 每次回到家的时候 爸爸妈妈在家等我们 是是 孩子在家等我们 嗯 或者先生太太在家等我们 嗯 所以我们的生命 其实圣经告诉我们 就是一个旅程啊 对 所以我们不要把我们今生的苦难 看作是那么的大 嗯 所以像我刚才说的 我们常常站在死亡的面前 嗯嗯嗯嗯 我们微不足道 嗯 但是感谢神啊 主耶稣他战胜死亡 是 今天我们虽然站在死亡的面前 微不足道 但是站在我背后的 是得胜死亡的救主耶稣基督 是是 所以死亡在主耶稣面前 他也是显得微不足道 嗯嗯嗯 是 就是这么这样子 是 我们的主耶稣已经毁灭了死亡 是 他已经得胜了 所以我刚听你形容那个 你们是一起出门旅行 啊 我以为是打错了机票 他先回家啦 对 就是说他只是先回去了 对 然后你知道他在家 对 我一定知道他在家 对 所以将来还是会见面 对 就是说他先回去罢了 对啊 然后你随后就会到了 是 是 所以这个会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 就是信主耶稣的人 都知道说我们 我们这个肉体 过去之后 我们的灵魂的归属在哪里 对 我们是在天家 所以 就有一个盼望在那边 是的 不是绝望 而是一个盼望在那边 对 那 我没有回天家之后 我知道你们 听你叙述的故事 你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吗 是吗 是 那现在呢 你有没有有一些 就是说遗憾 或是有一些 嗯 话呢 你觉得说 我想对他说 可是我还没说 或是我有一些 遗憾 我曾经对他怎么样怎么样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在心里面 嗯 其实在人生 在我们婚姻的生活 家庭生活当中 嗯 如果你说有什么大的遗憾的话 嗯 我觉得我们 没有 没有什么大的遗憾 嗯 当然有一些小小小小小 有时候 是 夫妻会有一些意见不合 嗯 甚至有时候我们 做丈夫的可能就觉得说 啊 我 我是一家之主嘛 嗯 嗯 有些事情你还是要得听我的 嗯 当然有时候 意见不合的时候 我们也会闹一些意见 是 是 是 也会闹一些脾气 嗯 但是很感谢神啊 这 我跟他在一起 这差不多十 十二年来 十二 我们没有什么 大声的吵架 嗯 嗯 我们也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很 很激烈的争吵 嗯 有的时候 的确在生气的时候 感谢神啊 他让我能够在脾气上 可以稍微的控制一下 嗯 有些话 本来要说出来了 嗯 但是真的要像一些 古去老人家说到 嗯 当你有的话要说出来的时候 先把它咽下来 是 不要就说出来 不要说出口 啊 有些话你一说出来 真的是收不回来了 嗯 所以 嗯 当然我们有意见不合 嗯 偶尔也会有一些的小争吵 嗯 但是还不至于到大吵大闹 嗯 嗯 有时候会觉得一些的小遗憾 就是觉得说 可能在一些事情上 没有给他太大的满足 啊 比如说他喜欢的东西啊 嗯 没有去 比如说他想 他计划要到 呃 带着孩子去 嗯 到一些地方去旅行一下啊 可能我们就啊 时间上不能配合 嗯 所以没有一家出口出门啊 所以这都是我们 呃 会留下的一些遗憾 嗯 嗯 就比如他一当他 呃 生了最小的孩子之后 嗯 我们几乎都没有啊 能够好好的 存家一起出门去旅行 嗯 所以顶多只能够说 开车到 啊 邻近的一些的 比如说明独路啊 古境 嗯 走走看看 算是一种遗憾啊 因为我们变成我们 一家人在一起的时间 一起出外啊 一起出去旅游的 这个机会就很少 是 对 我想如果你说其他遗憾嘛 我觉得我们在一起 呃 能够认识他 跟他成为一家人 嗯 我觉得 其实上帝给我们 在我生命里面 一个很大的祝福 是 是 而且他 他留下了三个孩子 嗯 留下三个孩子 也从孩子身上 看到他的一些的 影子 影子 他的一些的脾气啊 性格啊 在孩子身上 让我能够回味啊 是 所以有时候 常常就会在孩子面前 跟他们讲起 啊 你妈妈以前怎么样 怎么样 啊 你们这个 这样的一个性格 性情 嗯 又跟妈妈很像啊 嗯 什么之类的 嗯 所以很感恩 他在我生命里面 能够 陪着我 走过我人生中 啊 最美好的那段时间 是啊 是啊 虽然他 比我早离开啊 回家啊 嗯 我曾经在 呃 对他说过啊 我说以后我们老了 我说我会跟 我说我 我会跟上帝祷告 你要先回家 好 我不能够让你先 嗯 比我 迟回去 哦 你有做过这样的祷告 对我曾经跟他说 也跟他说过啊 我跟上帝祷告说 让他先回去 嗯嗯嗯 我说他如果 比我慢回去的话 嗯 那个痛苦他要去承担 真的上帝 听过祷告 是 他让 对啊 但是上帝很幽默 为什么我常常说 我的上帝很幽默 就是 上帝没有让他经历了变老 嗯 上帝在他最 呃 青春的那一个 啊 就是在女生 我们讲 姐妹们 最青春美丽的 那一个 上帝把他的 最青春的时光留下 嗯 就带他回去 嗯嗯嗯嗯 所以他如果以后我 活到七十岁 变成老老老老伯伯的时候 哈哈哈 他还是那样的 昧 啊 冒美如花的 哦 对啊 在我的心里面 对对对对在你的心里 他也是那个 是的 所以他永远 就敢对我来说 他就是没有老 没有老过 哦没有老过 对 是是是是 嗯 所以你听 你看我们听程耀这样分享的时候 好像 好像是可以释怀 嗯 好像是可以释怀 嗯 就 就 愿意跟这个悲伤 放手 是 告别 嗯 很多人面对这个悲伤的时候 我想我们的路程应该是不太一样的 有的人就 那个悲伤的路比较短 对 有些人悲伤的路就比较长 嗯 这是每一个在悲伤当中的人 都都会遇到的 嗯 就是时间长短 对 就是我们都允许自己悲伤 对 所以你要哭 你要找问上帝都可以 是 但是我们也要允许自己停止悲伤 对 不要一直在那个悲伤的当中 然后在这个悲伤的过程中 我们 愿意茫茫的学习 跟 致爱的 这个人 道别 好 因为 这是一个事实 他就已经不在我们身边了 是 这个道别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不如 不然你一直抓住 抓住他 为什么他 他要走 为什么他不在我身边 你不愿意放手 不愿意跟这个悲伤道别的话 你就会一直在那个痛苦当中 对 所以道别是处理悲伤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就是先接受他已经会添加离开了 是 然后接下来处理我们的情绪 对 然后呢 把我们的注意力重新 从 从他的身上收回来 然后重新放在别的地方 比如说孩子身上 对 然后呢就是 要接受说 他原本是我身边的一个人 现在变成是我 回忆里的一个人 对 然后我们就跟悲伤告别了 就一个终止 是 因为你还是要过 对 继续往前走 对 我们还有一段天入历程 要跑 那回天家之前 我们一定要处理好这些事情 因为我们知道说 迟早我还会看到你的啦 是 是不是 对 就是一个 一个盼望在那边 对 所以 主耶稣他就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盼望 所以他圣经里面他也说了 他去 为我们预备地方 是 将来他还要再来 是 带我们去到 他所预备的那个地方去 对 所以 我们就是要抓住 在圣经里面 上帝给我们这个远生盼望的应许 嗯 千万不要放手 因为这个应许就是那么的真实 嗯 所以如果你去看 你如果能够长长的 把我们信仰中的 许许多多的 这些真理 你在生活里面去应验的时候 你发现 这一切都是事实 好 这个盼望 它就是会实现 嗯 所以当你知道 这个要实现的 要实现的这些的事情 那你 你能够让他 怎么说 你能够把它 不当一回事嘛 嗯 好 所以你就是知道说 当你生命结束了 我们要回到那 要回到那个 是我们生命的天父那边的时候 嗯 那你身边的这个人 他跟你有同样的信仰 有同样的 这样的一种的信心的时候 你们将来就是要见面 好 所以他今天只不过是 比我先回去了 是 是 我随后 我所谓的随后 不是我们人类的 我们人的时间 和世上的时间 而是那个永恒的那个的时间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 撒利的时间 跟我们不一样 嗯 对 所以可能 可能他现在离 夏威明他离开我的两年 两年 那可能在天国里面 那个只不过是 可能才一刻的时间 是 是 五分钟 还是才多少 我们不晓得 嗯 但是我相信 他也会觉得那个时间 不一样 嗯 不是我们在世上的时间 所能够去相提并论的 对 所以 我们不要去把许多的 这些的苦难 把它犯拔 而让我们对信仰 对这个盼望 失去了信心 嗯 失去那个的盼望 嗯 所以 记住哦 永恒 永永 都比我们在世上的时间 还要久 还要长 嗯 不是我们所能够想象的 是 嗯 所以 虽然苦难 虽然死亡 站在我们面前 我们好像觉得 那个的 恐惧太大了 但是我们要常常记得 我们有得胜的主耶稣 嗯 站在我们身后 做我们的靠赏 是 而且他就应许我们 嗯 我们将来 他要来带我们回家 是 所以当我们愿意抓住 这个盼望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哎 世上的苦难 算不了什么 嗯 嗯 生死离别 虽然给我们很多的痛苦 但是 主耶稣的爱 可以弥补这一切 嗯 主耶稣的恩典 真的常常 就让我们感受到 哇 在任何时刻 他的恩典都够我们用 是 所以真的很感谢神 在这一段的时间 到 他离 尾民离开到现在 也将近两年了 嗯 所以 我所能够回顾看的时候 我只能够说 上帝谢谢你 你在我面对到这些 苦难的难而的时候 你总是对我不离不弃 你的恩典总是在 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候 嗯 他把恩典不断地加添在 我的生活 生命中 所以到今天这一刻 你只能够说 感恩 真正只能够感恩 是 嗯 去无尽的感恩 是 我们也为为民感恩 对 那美好的仗 他已经打完了 对 当跑的路 他也跑近了 当守得到 他也守住了 对 那么他现在正在 这个天家 对 与耶稣同在 是 我刚才讲说 我们可以感受得到 他这个喜悦 对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天国的子民嘛 对 他天国子民 就是总有一天 就是回到天家嘛 对 我们只是来这世间 做短暂的客旅 对 所以当面对死亡这个东西的时候 就是要看清楚 死亡的真相 其实如果没有死亡 怎么会有天堂 怎么能去天堂呢 对 对 它是一个途径 那圣经也看到死亡 其实不是死亡 而是睡了 对 属神的人只是睡着了 睡在神的怀抱当中 那 这个时候我想说 看到眼前这么正面的 成耀 我们真的是要跟他 好好的学习 那我也相信 那个充满力量 安慰 慈悲 的永生父神 那个擦缸 所有眼泪的耶稣 是跟他同在的 就像圣经所讲的 耶和华必做 我们永远的光 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 这样 我想就是神的一个试炼 在我们身上 学习怎么去处理悲哀 我想成耀将来就可以成为 很多人的帮助 好 当有一天真的是面对 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成耀可以生出他的那个 那双手去安慰 跟你有同样经历的人 因为你已经走过来了 是 弟兄姐妹 当我们 离开我们的那个摯爱 他已经信主了 那我们也信主了 我们就有一个盼望说 现在的道别只是暂时的 对 因为他只是先赴了天国的演习 对 是不是 先回家了嘛 是 改了个地址 对 就像葛培里那个牧师 他是去年过世嘛 对 他过世前讲了一句话 他说如果有一天你听到 有人说葛培里死了 请你不要相信 因为我只是换了一个地址 对 换了一个地址 我现在在余神同灾中 对 我想说他只是换了一个地址 回到天家了 是 就是世间的地址没了 是 我想说这样一个豁达的心胸 是心胸吗 还是本来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 是 可以让我们好好的学习 是 死亡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正面的去看待生命 那如果你说没有死亡的话 我觉得我们可能就不晓得如何去面对我们的生活 对 所以 是 感谢神 我们今天能够很坦然的面对死亡 就是因为我们相信了那个得胜死亡的主耶稣 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战胜死亡 唯有主耶稣 对 所以既然我们已经相信主耶稣 他能够复活 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 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那先死去的人 他们要复活 那活着的人要跟他一起 我们被接到天上去 是 这就是我们的盼望 那如果主耶稣没有复活 我们这些盼望就落空了 对 那真的很感谢神 主耶稣真的是复活 所以今天我们的信仰可以带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帮助 很大的力量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易地让这样的一个信仰 从我们的生命中流走 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抓住这样的一些应许 圣经中上帝给我们的应许 所以到最后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看到说 原来在永恒里面 我们所得到的 比我们在今生所拥有的 将有更多更多更大更大 是 而且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是 所以 死亡 或者是苦难 我们不要把它当 不要把它放大 那只不过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的 小小的 不是小小 就是我们生命中 要跨过的一个的坎而已 对 所以靠着主耶稣的恩典 我们可以做得到 是 所以真的 所以有时候你说 我们还是会有情感上的 这些的 对 我们还是会 有时候回想到 我们自爱的 在我们生命中留下的这些 点点滴滴 你说我今天我 他离开到今天我没有流过泪 也是一样会流泪 一定会的 对 还是有 但是我们就是要靠主耶稣 去得胜他 嗯 我觉得让我们能够 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的 丰盛起来 嗯 是 对 两年过后 偶尔 还是 那个点 其实还在 在心里的某个地方 还是有 但是 悲伤过后 我们又可以回到常态 就是 回到生活里面 继续生活 对 嗯 这表示说 我们 离这个悲伤是 越来越远了 对 对 感谢神 今天我们就听到 程耀的一个很宝贵的分享 我自己也得到帮助跟安慰 你看 我们也谢谢网路上朋友的收看 还有 还有网友在上面留言 感谢主 感谢主 你也跟我们一起来观赏 来观看 来听程耀的故事 是 谢谢他 那么 这之后呢 我有一些书 可以跟他分享 因为我也从这些书 得到帮助 比如说这本 孩子 你忘了说再见 嗯 就像刚刚程耀讲的 我们 可能得癌症的人 会幸福过于 那个突然间 就 离开了 对 突然间就离开了 来不及说再见的 恐怕那个遗憾 会更多 更多一点 尤其是 是孩子 是孩子 这本书大家可以看 那 另外就是 《超越一生的爱》 这两本书是同一个作者 这个作者就是有经历过 《丧妻之痛》 他是一个心理治疗师 所以他就写这两本书 我也是看一看就掉眼泪 因为非常真实 他的叙述非常真实 然后这个是古人神父写的本书 就是 道别 悲伤与安慰 对 那 大家可以从这里面得到帮助跟安慰的 还有学习的 那么最后呢 也请大家就是 如果今天的直播你觉得有帮助你的话 那么请你帮我们做一些事情 小小的事情 首先请你先关注 我们马来西亚基督教卫工会 骚扰越华人联益会 资讯传播部的脸书 还有十分关键的脸书 然后呢 你分享我们现在这个直播的视频 到你的Facebook的页面 你自己的Facebook页面 然后呢 请你标签两个东西 就我刚刚讲的 就是十分关键跟我们资讯传播部的这个标签 然后呢 把你的帖设为公开 就是让更多人可以看到我们这段视频了 最后就谢谢爱心的弟兄姐妹 把我们打扮得美美的帅帅的来上节目 让神祭念他们的辛苦 他们的功劳 那我们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为止 最后谢谢大家的收看 也谢谢程耀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欢迎订阅 wwwww ymys 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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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